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 第30集 今天跟大家聊一個 學長最近在網路上看到的圖片 覺得非常的好笑 但是我想可能是很多人家裡會碰到的問題 好 就是這是下壺嘛 那學長看到那個圖片呢 就是上面布滿了水垢的一個咖啡下壺 然後我覺得這一個狀況呢 我以前似曾相似的感覺 那各位 如果你家裡面 有發覺說你的下壺 裡面會有一顆一顆 好像是水珠 但是呢 它也不是水啊 又是白白的 會黏到你的下壺上面的時候 一般來說呢 這就是所謂的TDS過高 水會呈現的現象 什麼叫TDS呢 其實就是水裡面的總固體含量 換句話說就是一些礦物質啦 譬如說一些鈣啊 一些鎂啊 那如果你的鈣鎂含量比較高的情況之下 常常就會有水垢 這樣一顆一顆黏在你的玻璃啊 或是杯子上面 這種情況之下呢 通常代表什麼呢 就是你家的管線可能是 當地的水庫的礦物質比較多 或是說呢 你家的管線比較老舊 或是說你的淨水器呢 已經沒有作用了 它的過濾效果很差 那你的總固體含量呢 就會比較高 那相對應在你的沖煮上面呢 就可能會讓你的苦澀味呢 比較容易出現 因為TDS過高 就是這些礦物質過高的情況之下呢 你咖啡裡面的物質呢 會比較快速的溶解出來 那如果你掌握度不錯的話 你可能會做出不錯的甜感 或是不錯的口感 就是Body 但是如果你掌握度稍微比較不好的情況之下 就可能會做出很多的苦味或色味 導致於呢 你的咖啡喝起來並不可口 瑕疵感會比較重 所以呢 這也算是一個不錯的衡量標準啦 如果在家裡面發覺你的玻璃下壺啊 或是玻璃杯 常常會有水垢的問題的話呢 希望建議你可以去檢視一下你自己的家裡面的用水 那比較簡單的 或是比較省錢的方式呢 就是買一個那種 隨身型的 不用接管線的一個濾水壺 那你上面可能會有一個濾水器 比如說我們常聽到的Brita這些牌子 那這種牌子的濾水壺不會太貴 可能1000多塊 那濾芯定期更換就好 你把你家的水倒進去 它就可以有效的把一些礦物質稍微過濾掉一些 讓你的水TDS降低 那這個時候你再拿去沖它 你會發覺說 剛開始好像風味會少一點點 但是呢 你稍微習慣以後呢 你就會發覺說 哇 你好像比較不容易出苦澀味 不容易出苦雜味 而且你的玻璃製品就比較不會出現水垢 然後也比較好保養 看起來不會那麼不舒服 OK 那這也是一個生活小嘗試啊 希望大家可以稍微多注意一下 尤其是比較中南部的 因為台灣來說呢 北部的水質呢 是TDS比較低的 像台北TDS算偏低 但是如果是 中南部呢 它的TDS比較高 尤其是南部 它的礦物質量是最多的 所以請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稍微注意一下你的水質呢 用簡單的目測方法去調整一下 也可以讓你可以變得更好喝喔 OK 那我們今天硬派Q&A就到這邊為止了喔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